有人說香港是音樂沙漠 但仍然有人敢於挑戰 在這片沙漠上創立音樂平台 能夠將自己的天賦變成事業 相信是不少人的夢想 編曲作品超過五百首 有編曲合之稱的音樂人 嚴麗恒、Johnny Im 正正是其中一個 但怎樣才發掘到自己的天份呢? 就是跟其他人比較一下 因為譬如你聽覺可能特別好 音樂音樂可能特別好 其實你唱卡拉OK的時候都會知道 可能你取得一些拍子會特別好 總之你學習音樂的東西 會快一點、容易一點 或者你會享受 我覺得是有天分 很多人以為音樂人都很孤僻寡言 只是專注在音樂上面 但其實他們都要經常跟別人溝通 很多人都夢想 或者幻想自己一個很有型的製作人 的時候 就經常在宵宵冥想 出去跟別人說話 不是這些 要跟別人有關係 因為沒有一個音樂人 可以自己做完所有事情 一定是需要跟其他人去 互相溝通、互相幫忙 因為很多人都誤會 以為是不用的 其實是很需要跟其他藝術人溝通 雖然在音樂事業方面 取得一定的成就 但Johnny明白到 要令音樂創作可以延續下去 它是有沒有勢落的 我覺得是很需要有些人 不需要很需要有用 所以這份也會是很需要 或是要直接來擺一招 從此為止 還是要做一些很需要的 尤其是要對待 你需要承認 你不需要聽不懂 在音樂中 其實是沒有人做的 Johnny聯同其他機構 舉辦音樂研討會和比賽 吸引了接近300位年輕人參加 讓他們享受音樂樂趣和發揮所長 很想大家去試工作的時候 請大家去試試試試試試 我覺得很有幫助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喜歡唱歌 或者喜歡作曲的人 都未必知道有什麼方法 有什麼途徑可以去表達自己 或者有另外一些新的嘗試 所以這個研討會 或者這個分享會 就可以教導到很多新的知識 讓我們多點啟發 可以大概幫助我們 怎樣去想之後的方向 音樂上的方向 你這樣寫這首歌 你可能有意義 但未必會去提升層次 有時是因為你要去比賽 你可能會覺得生命意義不足 可能會想得再絕密一點 想得再深入一點 究竟意義是什麼呢 就不會那麼表面 就從中幫助他們 去應付新的在自己的生活中 除此之外 Johnny也成立了一個音樂平台 希望可以收集不同的音樂作品 發掘人才 收集有故事 有寫歌人 有寫詞人 有彈的編曲的人 想在這堆收集了的人和事和物中 去合成這些歌 其實主要是想做訓練 還有做人才發掘 因為遠觀是想有一班 樂前和學後的人 當然是用一個 ministry 的方式去培育 我覺得會是一個比較新穎的做法 而上載到平台的作品 更會由歌手以匿名形式演唱 希望可以激勵更多人 參與音樂創作 我叫我身邊合作的歌手幫我唱 所以所有唱歌的人都是出名的 即是不寫名的 你自己是承認的 我認為這件事是很刺激的 為何搞不太多這些事呢 搞不太多這些事 其實主要是想 首先激發大家 去寫音樂 寫故事 對Johnny來說 音樂是用來榮耀上帝 和帶給人快樂的工具 所以我覺得要 本著這種態度去做音樂 在過程和聽的時候 會特別開心 因為不是一個賺錢工具 是變成一個真實有意義的東西 音樂同時可以打破語言局限 拉近彼此的距離 能源一班熱愛音樂的人 可以善用他們的天賦 創作更多引起共鳴 感染生命的音樂作品 三 pesar 感谢观看